大家好,我是小米,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男子外出打工八年不归新媳妇守活寡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今天是阿旺大喜的日子 因为她娶了个漂亮媳妇,小夫妻很恩爱,两人都有想把小日子过好的打算 那和阿旺家里实在是穷得很,就连娶媳妇的钱都是找同村的张二借的 钱都被云秀亲妈当彩礼钱拿走了 而张二是村里有名的无赖流氓,整天拿着她的大收音机听取,有手好闲 张二相中了云秀,经常调戏云秀,还透露阿旺娶媳妇的钱都是找她借的 云秀是个很传统的女人,对于张二的暗示与挑逗根本不搭理 张二期不过,于是以阿旺借她钱为由,要收阿旺每月五块的利息 这下对阿旺他们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尽快偿还张二的债务,阿旺决定去城里务工 临走前,云秀还用他们结婚时的红布,制成了一条红裤带 让阿旺放心的去打工,自己在家等着阿旺回来 两人当天晚上还种下了爱的结晶,时间过得很快 婆婆也知道云秀怀孕的事情,表示了特别开心 而且男孩女孩都喜欢,好心的邻居乔贵是个热心肠的人 为人忠厚老实,乔贵和阿旺是称兄道弟的朋友 阿旺出门打工,他看云秀家里没什么男劳动力 经常帮云秀家干些体力活,大家一来二去混得就相当熟悉了 乔贵也是个有故事的人,糟糠之妻嫌弃乔贵没本事 抛下了年幼的女儿与乔贵 所以乔贵很早就离婚了,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 阿旺在城里打工赚了115元,给家里寄了100元 生完女儿的云秀,赶紧先把100元还给了张二 还钱的时候,张二还对云秀动手动脚,云秀敢怒不敢言 晚上的时候,张二悄悄趴在云秀的窗户边上,图谋不轨 还好云秀机智,放出了狗,才赶跑了张二 时间再过去一年,阿旺在城里一直打工没有回来 而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 一次云秀在河边洗澡的时候 流氓张二早已在旁边蓄谋已久 强行扑倒云秀,要对他用墙 还好被路过的乔贵给救了下来 还狠狠地叫醒了张二 可没想到,张二恶人先告状 跑到村里大肆宣扬说,云秀和乔贵有奸情 还好云秀握有张二衣服扣子当证据 云秀受到委屈,回到家,想要到乡里告张二 可胆小怕吃的婆婆说,张二城里有人 而且还欠着张二钱,让云秀有委屈往肚子里咽 而平时那些闲着没事的妇女 经常闲聊,诽谤云秀 说阿旺经常不回家,云秀是在守火管 肯定和离过婚的乔贵有一腿 可能还不止一腿 而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 阿旺长期不回家 父亲终究没有熬住,吐血病逝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阿旺依然没有回家 家里生活没什么依靠 婆婆也病倒了 村里对云秀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 婆婆和云秀也都盼望着阿旺都能快点回家 而云秀不但要挑起养家的重担 更是要承受村里人的胡乱诽谤 晚上云秀心情烦闷 直接跳到水里发泄一番 大声埋怨为什么阿旺还不回家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 不光云秀收到诽谤 流氓张二还伙同小孩嘲笑云秀的女儿盼盼 说盼盼是没爸爸的野孩子 三年的时间里 乔贵也一直没有娶气 一次云秀不小心失足掉下坡 乔贵及时赶到救下了云秀 两人差点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从此之后两人都有些夜不能寐 而云秀忍不住的时候 都会看看身上的红裤带提醒自己 平时见到了乔贵 两人心虚的都不敢再说话 女儿盼盼向云秀要新衣服穿 于是云秀带着盼盼赶着猪去城里卖猪 流氓张二竟然偷走了云秀的红裤腰带 藏到了乔贵屋里 然后在村里大肆宣扬乔贵和云秀的奸情 这次人赃俱获 云秀有口难辩 不管怎么向婆婆解释都没用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 阿旺依然没有回来 婆婆的身体也快到极限了 她也知道阿旺可能已经回不来了 婆婆也看看 希望云秀能和乔贵往前走一步 之后婆婆就吞咬自己 云秀生活的实在是困难 她也放弃了阿旺还能再回来的可能 摔掉了自己的红裤腰带 云秀还亲自给乔贵做了双鞋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乔贵也不是傻子 她也对云秀早有了爱意 这次终于可以争大光明的和云秀好了 而且云秀还答应了嫁给她 可惜造化弄人 不是不愿意回家 只是她被人卖到了缅甸当黑苦力 刚刚被解救出来 看到阿旺回来的乔贵 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云秀和阿旺 只能一个人逃到城里去打工了 三年后 云秀终于能直面自己的婚姻 她和阿旺离了婚 正大光明的追寻自己的幸福 而乔贵一直杳无音信 此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点关注不迷路 咱们下一部受害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